最近曾對台義這個名簽有在討論 台義團體有提出文憲來證明說 用台義這個簽譜其實是用很久了 1960年代是因為國民黨政府 為了要推薦國際政策 正願用萬蘭義來處代台義這個救法 現在有立委是站出來 互有教育部 不能再用萬蘭義 要跟萬蘭義改作台義 曾對台義這個紀元名簽 根據文化博的調查 有七層的人用台義來簽譜 教育部所堅持用萬蘭義 又讓中國學者拿來打 我們台義的救法 他們去學者和民眾的部分 有台義團體提問現出 其實1960年代之前 國民政府要使使用台義的救法 是1960年代後 為了要強化台灣人的中國意識 才要求跟台義叫做萬蘭義 政策上的名字 我們教育部不要插頭開始 來帶動來使用台義這個名字 另外台義團體也強調 台灣的台義 照著用合國民主民議 協議和日本的重點 是台灣幾百年的歷史 你一起來的經驗 和中國的萬蘭義 在國中議事件 用法都有很大的政策 前對這次的政策 民進黨立委丹佩主 也要求教育部 得根據國家議員 發展發的精神 尊重台義做官 對自己沒自己的情侯 我覺得用台義這個名字 應該比較有我們台灣的主體性 就是支持 把這個名字要統一對 我們看來開公聽會 還是開座談會 我覺得這都可以去 可以叫人要去做的事情 同時我也要求 要求高伯部 他要把這個事情 這什麼拿回去 給他們相關的部門去研究 也未但不會主標是 他支持用台義 來代表你做的主體性 他也讓他有夠有不 不要再用康工 或是沒有社會共生來獲得 但北如標是 他也怕算要要求 教育部開公聽會 或是做單位 要請轉到學者 民間團體頂頂做會來研究 記者如雄如 鄭尊雄 代表報道